11月24日19时49分许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吉祥院小区 以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 接到报警后 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急救、应急、公安等力量迅速到现场开展救援行动 20时35分许 现场明火被扑灭 伤者均因吸入有毒烟气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十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九人为中度吸入性肺损伤 生命体征平稳 无生命危险 吉祥院小区为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区 居民可下楼活动 起火部位在高层住宅楼15层 火石蔓延至17层 烟气扩散至21层 经现场勘察和当事人陈述 初步确定火灾因家庭卧室插线板着火引发 目前 伤员救治、善后处置和相关调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感谢观看 节目